大家好,我是路易斯 那大盤今天下跌16点,跌幅0.16% 那成交量是1034亿 那近几个交易率,这个地方是不是跳空大跌 短线上是转弱的讯号嘛 那KD指标也是维持死亡交叉 那目前KD死亡交叉一直往下垫嘛 对不对,K值迅速往下垫 那指数是这边做盘整 昨天谈了起来,今天是不是亮说收一个十字K 所以路斯说是不是近期的低点就是这地方不能破嘛 这地方只要能够不破 后续就有机会在这边震荡,再次转多 OK,多方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路易斯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那这个观察点如果破了,就是前高这个位置 前高这个地方再没有守住 基本上就容易回撤到前坡这个低点附近 目前来看的话,盘势是在这边有止跌的 OK,盘势是有止跌的 后续依然行情还是偏多 因为均线的扣底值依然在相对低嘛 不论是十字线,二十字线,甚至是季线 后续整个均线架构依然是多头排列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以做多的格局为主 我们来看法人的期限货 那外资间限货小卖了二十亿 投信买了将近三亿 资议商买了六亿哦 那融资的部分小质零点六亿 在期货的部分外资砍了两千四百零八 零八口的多单 OP加了四千七百口 来到了七万一千口 那期货还是五万六嘛 所以整体来说目前 法人像是外资今天是偏比较调节型的一个筹码状况 不过整体来说它的流仓量依然是属于一个多方流仓 所以后续的行情依然是偏多来看待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期货选择权里面的多空头排列加速的指标 好,指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长均线目前还是维持多头排列 而且开口持续发散嘛 短均线这个地方开口在做收敛哦 投资朋友留意这个指标哦 这个指标一旦进行了死亡交叉 短线上盘面架构转空的话 指数随时有机会回落 OK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多方正有优势嘛 不过投资朋友近期可以留意哦 这个指标开口都在做收敛了 OK 好,那整体来说 我们现在的大盘格局依然是一个多方格局 投资朋友们还是可以趁个股量缩拉回的时候做多 OK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盘望过客就到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明年操作顺利 我们下期见